那疫情本土确诊人数是单日突破9万 10万人数更高达59个人 民众对于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更是未来防疫的重要关键 因此这个星期一开始 新本市就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进行接种新冠疫苗第4剂的施打 而今天上午由亚东医院行动疫苗接种车 就下乡来到淡水区的闲校里和益山里 针对还没有接种的长者 或是要接种第4剂的长者 是谁到谁打不用来预约 全台湾本土疫情确诊人数突破单日9万人 死亡人数更达到了59人 民众对于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更是未来防疫的重要关键 因此这个星期开始 新北市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接种新冠疫苗第4剂的施打 而今天上午由亚东纪念医院 行动疫苗接种车下乡 来到淡水区闲校里以及益山里 针对还没有接种的长者 或者是要接种第4剂的长者 谁到谁打不用预约 我是打第4剂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世界各国不只是我们政府 都要我们人民打 那一定有他一定的道理 那既然就是说政府有这个措施 那我们就尽量去配合 就是说一方面是防自己也受到感染 那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家人 或者什么事 主要是淡水居民这边 比较偏远地区的地方的 65岁以上的民众 在施打疫苗上的接种率 也比较低一点 那也是考量到 住在这边的社区的民众 行动可能都是比较 行动不便的老人 或者是不方面 附近没有什么接种场所 所以我们亚东医院特别来这边 就是服务大家 希望能够提升大家 对于疫苗的接种率 长者表示 自己已经接种了三剂的疫苗 面对疫情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自己又是高风险的年长者 因此为了配合政府政策 打了第四剂的新冠疫苗 不仅是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家人 而对此亚东医院表示 今天施打对象 以65岁以上的长者为主 由于淡水区长者 有许多人还没有打满三剂 才会将行动疫苗接种服务 开到淡水来鼓励长者施打 很感谢我们亚东医院 下乡来 来帮我们这些理名 给我们这些事业理名 方便可以来注释疫苗 来保护大家的身体健康 由于打疫苗 由于我们的疫苗大部分 都是在打第二剂跟第三剂的时候呢 副作用的症状会比第一剂明显一些 常见的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肌肉伤痛 或是有少数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烧头动的情形 那如果说回去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第一个回去要多喝一点水来预防这些状况 那我们的免疫反应可以稍微比较平衡降低一点 离长表示由于闲宿里的位置较远离市区 许多长者不希望跑太远 而这一次非常感谢亚东医院下乡设点施打 让还没有打满三剂疫苗的长者可以有机会来施打 增加对于病毒的保护力 而这一次除了上午在淡水闲校里 下午则是会到益山里 期盼透过疫苗施打率的提升 保护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高风险族群 避免在疫情升温的时刻受到病毒威胁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